欢迎收听由大灰狼为您播讲的摩天记第35回 柳明心中一惊,不及多想 这手腕猛然一抖,一面光蒙蒙的小圆盾就浮现而出 并一闪的挡在了尖头处了 但是这个动作还是有些晚了 柳明志觉得这尖头一寒再一麻过后 当即被一层白霜覆盖了一小片 原本泼出去的身形不止一下子就迟缓了下来 白皙青年面线一丝得意的笑容 咒语一变过后单手一扬 又一下子喷出了一道粗大的白线 并一模糊在图中就化为了丈许大的丝网 奔着柳明迎头而下 红样的蛛丝树 在白皙青年和其他两名满鬼宗弟子手中失出 那威能可就是天壤之别了 柳明脚步戛然一指停在了原处 盯着落下的丝网 口中的却飞快的无声的念动几下过后 两手一扬 两颗拳头大小的火球瞬间就弹射而出 一颗奔死网击射而去 另一颗呢却冲数丈远的白皙青年飞射而去了 呼的一声过后 死网啊尚未落下 就在滚滚的火焰当中化为了灰烬 另外一边的青年却吓了一跳 急忙的将法力往福气所化的光动当中 是狂注而入 即使是一颗普通的火弹 但在如此近距离被击中的话 他也不敢保证自己的福气能够百分之百的挡下 轰的一声巨响过后 白皙青年身前是火光四溅 而白色光盾一阵剧烈的晃动 发出了嘎嘣嘎嘣几声脆响过后 立刻呢就浮现出了几道纤细的裂痕 白皙青年见此 心中的却是微微一松 正想要继续施法攻击柳鸣的时候 他却忽然感觉到啊 这腰间一紧 一个黑色的绳索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缠在了他的身上 啊 练魂索 白皙青年一见黑索大惊失色 急忙一抖手上金色的卷套福气 想要做些什么却已经晚了 黑色绳索仿佛毒蛇一般 飞快的一绕竖圈 在猛然一勒当即让青年腰间 一阵黑气缭绕过后 一阵剧痛 再也没有办法做出任何动作出来了 而柳鸣呢 却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对着他的脖颈后 就是一掌 让他两眼一黑 当场就昏迷了过去 柳鸣清土一口气过后 这才一蕴鸣骨绝 将体内的法力往尖头处一举而去 结果在丝丝的黑气的卷洞当中 他尖头处的冰霜飞快的化水消融了 顷刻之间 他就恢复如常 柳鸣看了看在脚下昏迷不醒的白皙青年一眼 不竭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修炼者之间争斗 果然呢和他以前所经历的其他的打斗呢是大不相同的 看似一个简单的冰锥攻击 竟然呢也会突然出现超乎预料的变化出来 而对方还只是一名 看似没有修炼过多少秘术的中期领土 若要是换作修炼时间更长的 或者说 修习了更高深法术秘术的其他领土 他岂不是应对起来就更加的吃力了吗 柳鸣心中这么想着 稍微活动了一下肩膀过后 就毫不客气的开始检查地上三个人身上的东西 一番细细的搜刮过后 他呀得到了三件福气 三十多枚零食 以及一瓶棒壁鼓丹 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材料 其中啊有类似药草的东西 也有一些不知名的兽骨 柳鸣将这些东西 全部都打包放在了一起 往尖头一杯过后 就腾空而起 往满鬼宗的方向飞去了 八日过后 当他再次进入宗内指使堂二层的时候 大厅里边 熙熙攘攘的已经有不少人了 但是其中呢 小半都挤在了发表任务的金牌前 并直指点点的在议论着什么 柳鸣见词不禁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呀倒没有着急过去 而是走向了另一边的石台前 将鱼篓呢往石台上一放 一名中年知识 当即探手往里面看了一眼 就点了点头赞喜的说道 嗯 不错 的确是鹰嘴鱼 白师弟虽然年幼 但是最近完成的任务可着实不少啊 我看好师弟 以后你可要多多的努力啊 中年知识一边说着 一边熟练异常的接过了 柳鸣递过来的名牌 将一根金色的棍子往上面一点 又扔出了一个装满零食的小布包 多谢师兄吉言了 哎对了 最近新出现了什么任务呀 怎么这么多师兄都聚集在这里啊 柳鸣将名牌和布包收了起来 笑着问了一句 啊 这是独令一脉的张师伯 需要几名堪卢弟子 贡献点多少不说了 但是 傅家的报酬啊 是愿意指点练丹术 所以呢 才会有这么多人都动心了 毕竟张师伯可是我们满鬼宗第一练丹师啊 万一真的能够从其手中学到丹术一样 恐怕终生都会授予无穷啊 不过也要真的能够让张师伯满意才行啊 中年执事的脸上明显的闪过了不以为然的神色 师兄 莫非这其中 都有什么玄机吗 柳鸣闻言心中一动 师弟啊 你可以回头看看 这准备接任务的弟子都是一些什么人 柳鸣听了心中自然有些诧异啊 不禁回头看了一眼 结果片刻过后 他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而中年执事呢 却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以前张师伯呀 也曾经发布过几次 啊 类似的任务 去接取任务的弟子 也不知道有多少 但是啊 从来没有人真正能完成 那些接取任务的弟子 除了在张师伯那里 被骂了个狗血喷头 和浪费了数个月的时间之后 全都在炼丹树上是一无所得呀 所以后面再有这类任务出现的时候 那些稍微年长一些的弟子呢 全彻底无视 哎呀 也只有啊 这些年纪轻一些的师弟们 才仍然抱有成为 炼丹师希望的 愿意试一试啊 哦 原来如此 多谢师兄指点了 柳明有些恍然了 虽然对方所说不多 但是 他也明显地听出了 这位独龄一脉的张师伯 可是不好伺候的呀 自然也就吸了 也去接取此任务的想法了 失败好好说 但是 白白浪费几个月的时间 对于他来说 那实在是太不值了 当然了 他此前从一些人口中已经知道 炼丹师和陈法师 还有灵直师 灵兽师 炼器师等 一些精通特殊技能的存在 在修炼世界 是非常受欢迎的 特别是其中最稀有的炼丹师 对一个宗门来说 几乎那是必不可少的 不过 在他心底深处 这是对炼丹师 颇感兴趣 毕竟他若是自己 就是一名炼丹师的话 上次得到的绿毛巨鼠的肉 就可以直接炼成丹药 那发挥出效果就不一样了 柳明心中这么想着 转身就离开了石台 但在经过精杯的时候 脚步微微一顿 向上面扫了一眼 很快的就找到了 那位张师伯发布的任务 果然就像中年执事所说 当三个月 炉火弟子可以得到 一百点贡献点 并可得到炼丹术的指点 但是最后呢 令辅加了一条 若是得不到 这位张师伯的满意认可 所有的报酬 将都不会支付的 柳明一咧嘴 当即不再停留 就离开了二层大厅 走出了指使堂 飞快的往住处飞去 此后的两个月中 柳明再也没有离开九云山 一心在住处苦练鸣骨绝 这一天 正在屋中修炼的柳明 忽然感觉身体一惊 一股让心魂都为之颤抖的感觉 从丹田处狂涌而出 当即忍不住一张口 发出长笑之声 笑声浑厚异常 仿佛巨浪一般 连绵不绝 足足持续了半盏茶的时间 这才终于停了下来 这个时候的柳明啊 满脸惊喜之色 打亮着全身上下 并感受着体内充沛至极的滚滚法力 他赫然已经修炼成了第二层名古诀 成为了中期灵徒 同一时间 九云山顶的某座大殿里 中年如生一听殿外 隐隐传来的笑声戛然而止 当即冲盘坐在对面的批发男子一笑 听着笑声的强度 看来是本脉一名弟子进阶中期成功了 这可算是一件可惜之事啊 说不定呢 这就是预兆我们商量之事将会一帆风顺的呀 希望如此吧 谁没有想到当年的顺手而为之举 竟然会给本脉带来了这么一个天赐的良机 不过越是如此 恐怕那两个老家伙越不甘心 真的按约旅行吧 朱志文言苦笑了一声 回答道 他们呀 除非真的不要九峭山的脸面了 否则呢 此事是他们当初主动提出来的 现在要是反悔的话 我倒要看看这两个老家伙 是如何开口的 直接反悔 他们两个呀 也是成名多年的灵师 还做不出这等事情 只是他们 若是对分配的方法 另行提出条件的话 我们也不好硬生生的拒绝吧 哦 怎么 朱志文 你 收到什么消息了吗 龟如全文言 目光一鸣 我来之前刚刚收到了 九峭山一名弟子 捎来的姓韩 龟师兄和钟师妹 不妨看着一看 朱志叹了一口气 接着单手一个翻转 竟然拿出了一张蛋黄色的皮卷 抛给了儒生 龟如全意把抓住之后 急忙展开细看 结果 他才看了片刻 面孔却不禁阴沉了下来 忠性道姑见此情景 心中有几分诧异 师妹 来 你也看看吧 儒生终于将皮卷递给了道姑 并双目一臂思量起什么事情 什么 他们竟然要求道法来分派那些邻国 而且只能是 新入门不足三年的弟子参加比试 这 这不是欺负我们新入门的弟子 才修炼没有多久吗 况且九峭山 一向以傀儡术闻名诸踪 门下弟子 只要有一两头厉害一些的傀儡 自然就可以实力立刻激增 而我们门下弟子 如何去和他们比试呀 忠姓道姑一看完信函 勃然大怒 但是那些邻国树 已经在他们的掌控之下了 而且据我所知 九峭山新入门的弟子 也不过比我们早上一年而已 他们也承诺参加比试的弟子 绝对不会动用三阶以上的傀儡 我们也不好完全拒绝吧 朱翅眉头照了起来 但是我们这一次新入门的弟子 总共才那么五人 其中又只有萧峰一人 才刚刚进阶到临途中期 其他几个人又如何与对方争斗啊 朱翅听了这话 也是眉头紧锁 既然是他们开出来的条件 自然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和他们全部比五场 这绝对不行 就回信说 比是三场吧 这样的话我们再不计 也能有希望得到三分之一的邻国 龟如泉终于双目一睁 比三场 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以风儿的实力赢下一场 这起码有七八成的把握呀 朱翅文言 面露一丝喜色 但其余两场怎么办 我们派谁去啊 就这么直接放弃了 这可不成啊 忠性道姑 仍然是不甘心 剩下两个人嘛 于成这个孩子近期啊 修炼是十分的刻苦 就算上他一个吧 这至于说另外一个人呢 那个叫白松天的弟子 不是在半年前 就已经是初期领土了吗 现在再不计 应该法力也另有一些长进的 再加上他与人争夺经验 还算不错 也算上他一个吧 他们两个人就算全输了 这也没什么 万一矫情有一个人胜出来的话 我们可就算赚大夫了呀 龟如全略思量之后 就立刻有了决定 朱翅文言也是连连点头 忠性道姑思索片刻 也只能勉强的同意了下来 于是三个人在商量了一会儿过后 龟如全当即就取出了一块 空白的皮卷 飞快的写了一封回信 并召唤一名弟子进来 交付给了他 片刻过后 一团灰云从九鹰山上一飞而出 直接离开了芒鬼宗山门 往某个方向一飞而去 半个月后 正在屋中开始参悟通灵术的柳明 忽然听到屋外传来一声 朗朗的男子的声音 白师弟可在吗 我奉师尊之命 特来找你上山一趟啊 这说话的人赫然正是石川 柳明一听这话心中自然一愣 口中答应了一声就连忙迎了出去 他一眼就看到了院门外站着的石川 以及旁边的红发少年于成 于成一见柳明出来 墓中却有几分复杂之色 石师兄 龟师找我吗 不光是龟师啊 朱师叔和钟师姑 也在山顶大殿当中 等候着你和于师弟呢 哎 白师弟 你 你进阶灵图中期了 石川微笑着再仔细一打着柳明 脸色突然一变 这个时候的柳明啊 因为刚刚进阶没有多久 还没有办法将自身的法力 收敛自如 竟一眼呢 就被这位石师兄看了出来 石兄果然慧眼如炬 小弟的确是前几天呢 才刚刚进阶 临图中期的 柳明倒也并没有隐瞒的意思 坦然的承认了下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摩天记第36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